把所有东西都丢到database里面 但是这个东西变成 我最重要 我是希望产生一个报表 这个报表就是 哪一个产品 它最低价是在哪一个市场 在哪一个日期出现的 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你会需要 会用那个查询的SQL语法 我想那个查询SQL语法 可以直接在这边run 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run一下 可能我们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就是说slate的所有 当然这边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slate我们的语法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 slate from那个market 会有哪一个品名 品名那个栏位 like假如说 萝卜 不过你可能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你需要把品名里面所有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呢 重复的清单 但是你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品名变成什么 变成 不重复的清单 那这个不重复的清单 有点像这样 如果在sl里面还蛮简单的 sl里面不知道 根本用过的功能 要移除重复 有没有 有没有栏位名正有 按确定 他就把它移除 剩下这样 可是在python里面 如何做移除重复 因为我需要查询 那每一次查就查 那个品名里面的最便宜的价钱的 那一个的第一个 帮我留第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解决在python 如何做移除重复的动作 在python如何移除重复呢 所以 有没有 有没有学过 如何让他不留下重复资料 有没有 有有有有意义上吗 这java好像也有 一样的东西 不是叫你一个个比较 其实只要用sats就可以了 一般根本没有用过sats 学过这个sats sats的话就是说 你给他一个串列 然后你把它外面sats一下 他就会留下不重复的资料 像刚刚有没有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给他一个重复资料 刚刚不是移除重复吗 这个动作就有点像sats一下 sats之后的话 他就留下这样 但是问题在sats之后 他会变成 他的形态就变sats了 sats是大瓜糊 跟那个dictionary还蛮像 不过dictionary是key value 但是sats也是大瓜糊 但是他不是key value 他就是一个value而已 处理用起来不好处理 所以像我的习惯 我会再把sats转成串列 这样不就是变成一个不重复的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一个拿来查 查什么呢 查他最便宜的 比如说先把萝卜拿过来 有没有 然后查一下slide哪一个是最低价 那我可以order by order by平均单价 所以他低的就会放在上面 高的放下面 所以把它execute一下 你会发现他单价最低的就出来了 15块钱 其实我只要留下第一个就好了 有没有 其实底下都重复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我记得好像这边可以用type1 top1 但是好像siclize 不知道是没有资源 还是怎么样 如果这边下一个top1 他会出错就挂掉了 所以我后来找另外一个语法叫limit limit1 他好像就资源 limit1就是只留下第一个的意思 top1跟limit1 蛮相似的 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就会留下一个 所以我把这一个怎么样 把它列出来 那不就是找到第一个的最低价 再找第二个最低价 找第三个意思类推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有没有 然后跑一下那个回圈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 执行这个sicl语法 只要去改什么 改这个语法就可以 有没有 这个把它一个一个丢过来 它就会帮我产生我要的结果 那我就把这个结果print了出来 不就是所有品名的最低价钱吗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这是我想到的 我直觉想到 那也许会不会有更简单的吗 如果有的话你再告诉我一下 OK 反正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看得懂意思吧 不用特别去 有没有 去查嘛 查到之后把那个limit1 最低的那个 它主要是order buy 因为我用排序的 留下来 那只是最后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请各位自己再针对这个试试看 关键有一个用set set它就一如重复了 但是你需要什么 需要那里面所有东西丢给它 它帮你set 第二个是说 再把set完的结果 丢到这里面来 让它 不断去execute execute的结果你就print出来 那那个列表就出来 给它画面先画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画面切一下 好 ok 好 的话你就把它列出来 并且告诉我说 哪一个蔬菜 那我没有按照排序 反正这个排序 我是按照它set之后的结果 然后把它最低价的第一个抓出来 但其他同员又用其他方法 像seql本身也有命令 把那些抓最低的 或者是gloobuy 把它gloobuy起来 它也可以把它群组起来 或者是用 我是用limit 1 其实方法很多都可以 然后也就把每一个的最低价钱都列出来 你可以发现 那个在哪边 打个10千 哪个市场 大概就列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报表 ok 或者你也可以再找最高价 然后大概提示一下 其实就很简单 城市只是多几行而已 第一个我又一个list的4 把那个 什么呢 把那个list3底下再加一个append 那append的话呢 基本上我是append的那个 就是只有第一品名的部分 然后再用set的方式 set之后的话 它就会移除重复了 只是set它就会变大瓜糊 所以我要再把它恢复成list 外面再包一个list 其实这是最简单的移除重复 一行就搞定了 我们就跑一个回圈嘛 然后execute它 分别一个一个的 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也许建一个p放到这边 然后抓limits 一个一个就把结果给输出 大概就这样而已啦 并没有多增加很多 这些都前面写过的东西 我们尽量用那个最最简单的方法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不过如果你有其他的写法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是符合我们要的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反正就做报表嘛 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标准答案 OK 当然不过前提你也不要把它写太复杂 像移除重复啊 这边只有一行就搞定 你不要写了一堆 移除重复这个 为了要移除重复 然后写了一个一堆回圈 然后在那边跑互相比对 效率很差 set就好了 OK 然后呢 另外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那下一次或者今天假设做完的同学 可以再针对那个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你们可以找到那个最外面所有的那个 资料期 然后呢 这边有一堆啦 你就自己再找一个CSV的吧 或者是其他的筛选一下 因为下一次我们会针对 除了CSV之外 还有HSN 还有XML 不同的资料形态 那我们会做这个抓取资料练习 那里面有没有看看 找找看有没有 你比较有兴趣的 这些data 那做出类似的报表 反正 比如说你针对某一个资料 然后你把里面最高最低的资料 做一些报表啦 CSV里面 这个我想自己再花一点时间找找看吧 如果说台北市政府没有你喜欢的 你也可以 再找找看有没有那个 其他中央政府吧 你打开放资料 这个关键字 也有其他更多 好像好几万个资料 当然主要是CSV啦 其他的话我想那个格式我还没讲到 如果你也想做也可以啦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就是请各位做 今天的话就做完那个 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针对那个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做出一个最低价的报表 最低价的报表 然后 下一次上课的练习 那请各位就是 再做一个那个 其他的资料 类似的资料吧 也许不一定是 零售市场 也许是什么房地产也可以啦 或者是说 其他有关的类似的资料 你有兴趣的 你再另外再找一个练习看看 那一样就是把它传到那个 我有在云端上面有开了一个目录 云端上面有一个上传 作业上传里面有一个是今天日期 然后叫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的行情报表 那你就把那个你做完的结果传上来 OK